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也必要赞助 因为主能使他赞助 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 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 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 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 吃的人是为主吃的 因他感谢神 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 也感谢神 那弟兄姐妹 我想读到这里 你会觉得说 我们是不是又回到律法的里面 这个有许多律法是这个可以做 那个不可以做 这个要做 那个不可以做 好像这边在新约里面 还是有许多要做的 也有许多不要做的 那弟兄姐妹 这两个东西是 这两个在对我们讲看起来都很像 可是这个基础是不一样 在旧里面的律法的基础呢 是你自己要去去完成 你自己要去靠着你自己 你一定要去做 你没有做到 你就是违背律法 可是在新约里面不是这样子 因为律法耶稣已经成全了 那现在有许多许多的要求 弟兄姐妹 这个根基是什么 根基是在耶稣基督的救赎 那弟兄姐妹 我们为什么可以去 要做这些许多的事情 是因为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 那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 第一个 救我们脱离了罪的辖制 第二个 救我们脱离了这个肉体的 这个律法的约制 那第三个是脱离了我们肉体的软弱 脱离了肉体的软弱 所以呢 我们现在开始 我们要过一种生活 因为很多的时候 我们因为习惯在以前的那种状况 在当罪的试探或试炼来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我们的两个手被烤在后面 你是没有办法举手的 但是现在弟兄姐妹 耶稣的救赎已经把这个手考 释放你了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手要举起来是可以的 可是你需要做一件事情 你的意志要选择 我要不要把手举起来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感谢主 到基督徒的人生活 好像也有许多许多 而且甚至那个标准 远远高过于律法的要求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 你们的意要胜过法律善人的意 文事跟法律善人的意 要不然的话 我们就不行了 那弟兄姐妹 我们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我们的意会超过他们 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的基础是不一样 我们的基础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 所以我们在因性称义 因性以至于性 我们就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我们可以越来越走在上帝的心意里面 所以今天呢 他告诉说 你们你是谁呢 进行论断别的仆人 我们在我们的心思意里面 开始要转变 要转变 这里所谈的 都是生活上的行动 跟我们的很多的 这个基要的真理是没有关系 什么叫基要真理呢 就是不会改变的 比如说因性称义 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 我们就可以完全的得救 那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基督是教会的头 那我们要得救 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我们就必得救 那这个是不能改变的 不能改变 但是弟兄姐妹 这个生活上的这些东西 可以这个东西要吃了 可以吃了 还是不能吃呢 这是生活上的运用 那守不守日子 是这个属灵事物的运作 今天我们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的问题 比如说日子 这个教会也有什么 玉月节五行节 但弟兄姐妹 我们不是在守这个节 我们是透过这个节 来纪念神 耶稣基督成就是 比如玉月节 就纪念耶稣基督的救赎 那不是只有那一天可以纪念 每一天都可以纪念 但是特别的这个节日里面 我们来纪念耶稣 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那五行节也不是圣灵 只有五行节才会降临 但是五行节 就让我们能够记得这件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神 那所以我们不需要拘泥在这里 这一些事情上 这些事情都已经不是真实很重要 弟兄姐妹 我们只要行在主的旨意里面就行了 那他说吃的是为主吃的 不吃也是为主不吃的 守是为主守的 不守也没有关系 那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们只有在爱的里面 彼此的接纳 承认我们有不同的原生家庭 甚至我们可能从不同的教会 来到这里 那这个 所以我们有一些的观念 可能不是完全一致 但是弟兄姐妹 这边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要去论断 不要去judge 这一切都交在上帝的手中 求主祝福我们 让我们可以彼此学习相爱 那这个 是的 这个保罗说 他说受割离 不受割离 不关紧 要紧的是什么 做心造的人 上帝祝福你 你是一个心造的人 阿们 阿们